一生的我 是 大我 我 中川風雨 中川風雨 2022台灣戲曲藝術節齊全製作 《舞梯島》《聶種與魔法師》 是由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與民華原天子戲劇團攜手合作 王嘉明與把波雙導演共同指導 以莎士比亞經典名著《暴風雨回故事原型》 挪用《歌仔戲》外台戲表演方式 與現代劇場手法 希望將《歌仔戲》生活能量 以一種當代新美學在劇場舞台上 出現出來 好 要不 我先來睡一會 我的腳 這就是一條夢 對 這一定就是這條夢 但我真心 我們可以當心悶悶的心悲 為什麼要睡 彩排戲整會上 從演員們的服裝造型與曝光的宣傳品上 就可以看出俗艷的傳統元素 放在當代視覺脈絡中 意外產生一種新鮮 卻又和諧的視覺美學效果 在音樂與唱腔上 也充滿當代聽覺感 卻又沒有掩蓋著傳統歌仔戲 該有的演唱之感 無曉的無曉的 你三位愛 千萬更美的一場 無替島 除了有名華原天字團主演 陳昭香 陳靜心 陳立巧 李佩穎等人 也加入現代劇場演員 于小勢製作跨界演出 前所未有的爆炸組合 對天字團成員來說 又是一次性的刺激 在我的感覺裡面 舞台界演員 他們真的每個人 每個人身上都有戲 所以我們現在是 我們劇團的演員 跟他們在標戲 現代劇演員本身的那個 Power跟現場集訓的能量 跟我們外台戲的一些演法 有很多雷同之處 但我們有不同的 很多是在肢體演員跟唱腔 可是他們丟給我們一些 新鮮的東西 讓歌仔戲 有一個新的路線科長 導演王嘉明表示 五體島劇情參柔了 背叛 復仇 犯妝 錯認 戲中戲等經典殺劇的情節套路 同時也是對於台灣 這塊土地的隱喻 等於是用很隱喻的方式 很 就像剛剛提到的 語言的混搭這件事情 包括一種 對於這個島的認同 還有其實也包括 其實也提到包括 對於返鄉的一種鄉愁 就是它其實有很多價值觀在裡面 它不是只有一種 對那 我覺得這種不同價值觀的混搭 互相的一種衝擊 我覺得 在這個島上也是蠻重要的 這島是五體島 無體島 念仲與魔法師 相遇5月6號到8號 在台灣戲曲中心大表演聽 與觀眾在魔法世界中 來場超現實奇遇 比如說 中國明體ami集爾洋人響上周潤 台北屯均要 sale настолько可怕的 sorrow has evolved